等着我 简简单单三个字 却包含着这人世间 多少的无怨无悔 无穷无尽 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那样一些人 他们执着信念 不回选择 深深期盼 悠悠等待 中央电视台的公益栏目 等着我 就是要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 让他们寻找亲人 寻找友人 寻找爱人 寻找恩人 在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定能够感受到 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让爱无限延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第一幅照片 照片当中的那位老人 名叫朱春祥 他生活在江西雾园 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领养了两个孩子 既当爹 又当妈 含辛如苦 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小女儿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就在孩子们 希望老父亲能够颐养天年 好好地想想轻浮的时候 父亲 却突然失踪了 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寻情者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冯老师好 我来自江西雾园 我叫朱德芝 我是来寻找我的养父 朱春祥 欢迎朱德芝 先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 我父亲是2010年10月1号国庆节 水里游团来上海 看事不会 中途是里游团出了故障 然后人散了 就一直到现在没找回来 那你后来得到消息之后 是不是马上就赶到上海了 我通知我女儿和妹妹 妹夫他们赶快去找 因为他们当天刚好在上海 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 全部启动 还请了800多辆 那个三人车 用大负面的那个流动广告 去每个城镇 分流去找 那段时间一个多月 几乎都不合眼 我觉得爸爸跟我 算是幸福的日子都在过 我就看他这样天天 在外面 钱也是不多的 钱底下在外面流离失守的 我真的心里很痛很痛 我就讲 要是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早点回来 我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割舍 我就无死无为了 也就那一个多月 你每天早上都出门 晚上再回来 还没有 几乎晚上都是 晚上很少人 大家都睡着了 我们再去找 因为我在考虑着想啊 爸爸可能流浪人的话 有可能 他都会 比如说 人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不到 人少的时候 他有可能在那个什么 地铁道里面 或者是在那个什么 天桥底下 我想这个过程 对朱德之来讲 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我们通过视频一起来 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一起来看短短片 朱德之清楚地记得 那一天是国庆节 他专门为父亲抱了一个旅行团 晚年了 让他到上海去散散心 开开眼 看看是多远 但没想到 这美好的心愿 换来的 却是茫茫人海中 看不到半点父亲的踪影 朱德之触动了六辆汽车 过了八百辆三轮车 引刷了上半份 玄人海报 行走了不知多少公里 但父亲的消息 还是时辰大海 夜深了 女儿仍然独自在黄浦江畔徘徊 就这样 拖着疲惫着身体 找了整整两年 爸爸 无缘的有才华又开了 我们好想你 女儿不会放弃的 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呢 两年了 父亲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个家门 她女儿总是恍惚看见父亲 那亲切而熟悉的身影 走势了的父亲 您何时再回来 每逢佳节的时候 我会给你 背一扇筷子 放在桌上 家里的人 想着你 这个时候 在哪里都是恶着 冻着 我们一家人 茶饭都不想了 从此 没有一个快乐的节日 快乐没有了 有的只是对父亲的深深祈愿 爸爸 早点回来吧 这句话 已经成为了女儿内心深处 长久的呼唤 我们通过刚才你的讲述 和这段短片 能够感受到 你跟父亲之间的感情 还是非常深的 虽然 他只是你的养父 他是 你多大的时候领养了你 四岁 四岁 你小时候的记忆还清晰吗 我去他家里的时候 是住毛棚 住个一大马草棚 他早上很早就起来 每天让我把饭做好了 他要做早公分 挣公分生产队 然后回来要 在半个小时之内 做给我吃 然后吃了以后 又再去挣白天的公分 我还有一个哥哥 他也是要靠 他的经济来源 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 等于他一个人 要靠自己挣一点公分 养你们两个孩子 那时候还有一个奶奶 就是 上海有一个老 下有两个小 对对对 因为你是一个女儿 她是父亲 就是没有妈妈的情况下 会做妈妈做的事情吗 比如说我第一 那个天冷的时候 我就是那时候 别人送我一扇鞋 从冬天穿到夏天 基本上我的 小时候长得很慢 一扇脚到了 冬天的话 那个鞋 大拇指就 把鞋撑破了 那撑破了呢 我爸爸不会 把我缝补 又回去弄了一个 那个膏药啊 跟我大拇指贴了起来 他贴了 我又是不到半天 我又撑破了 那怎么办呢 那天晚上 我睡了 我感到这脚 暖暖的 原来他是 用用这个 心窝 给我窝脚 窝的 把我温滚了 他就把我被子盖好了 他把我的鞋 鞋就剪走了 第二天早上 那个鞋皱巴巴的 被缝了起来 又当爹又当妈的 对 很不容易 他或者打过你 或者骂过你吗 他不舍得的 在你的记忆当中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让你 特别特别难忘 比如说 我和我哥哥 有的人说 这个跟他不相关 把自己的 一些 一辈子的这经历 就放在别人的孩子身上 但是我们 他收养了我们 他就非常的 关心我们 非常爱我们 而且非常在乎我们 本来他也可以 娶妻生子 但是说 他为了娶老婆回来 他给我们依待 他就不去 他是因为你们 才没有结婚吗 是这样子的 看来在女儿的心中 父亲真的是 就像你说的 是天底下 最好的爸爸 而朱春祥老人 在街坊四邻当中 也有着很好的口碑 我们今天呢 也特意请来了 几位他的邻居 还有他的一位孙子 来我们掌声 欢迎各位 你们好 你们好 欢迎你们 向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自己好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物园 我是朱春祥的孙子 我叫朱春阳 说说你们眼里的 这个朱春祥老人 是怎么一个人 他呢 就是下雨了 工人的衣服没有收 他会去帮忙 去收衣服 小孩呢 有的时候没能带了 他会主动地讲 我来帮你带 我们人类都讲 不用 我们自己来照应 但是呢 他讲没关系的 我闲不住 我帮你们正常的 很没关系 后面呢 也就自然的 他就是这样的 特别乐于助人 乐于助人 这位呢 你好 我是朱特斯的朋友 他父亲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老人 我们去的时候 他这样 帮我们带亲生孩子 看 每次呢 他如果清凉了 他就说宝贝 你要多穿点衣服 不要着脸 你知道吧 有些时候 如果假如到大家去 宝贝你饿了没有 我烧吃了 他会叫你宝贝吗 对 他会经常把我们 当他自己的孩子 他总是 我很想他 我一个星期都要去大家 三四次 知道吧 我就希望老人 能够好人一生平安 能早点回来 是 所以现在乡亲们 其实也都加入到了 这个寻找的行列当中 不光是邻居们 这个街坊们 连我们这个物园的 当地政府 也开始 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今天还请来了 一位物园县委 宣传部的副部长 傅荣平副部长 掌声欢迎他 你好 部部长 你好 我听说您也是这个寻找队伍当中的一位志愿者 对 我也是一名志愿者 我觉得 这个德子姐的父亲 他一生为了收拾两个孩子 倾其所有 这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值得我们尊重 值得我们社会的尊重 我想作为一名基层的干部 我回去之后 我会号召全县人民 通过各种方式 继续支持 帮助德子姐 寻回她的父亲 谢谢副部长 我们的寻找的过程 还在继续当中 我想德子应该不会放弃 不会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 你也可以对着镜头 把她看作是父亲的眼睛 说一句你自己的心里话 爸爸 对不起 女儿太没本事了 让你在外面受苦了 你要早点回来 回到我们身边 让你安享幸福的晚年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大家一起努力 其实 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刚刚开播 所以寻找 还不可能马上就有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现场 感受到 进入在其中的方方面面 也带给我们一些希望 我们认识了朱春祥老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 勤勤恳恳了一辈子的人 将儿女抚养成人 而作为他的女儿 朱德之虽然不是亲生女儿 但是却也尽到了一个女儿的孝心 也体现了她的善良 还有我们的街坊邻居们 还有我们的当地政府 都没有袖手旁观 都在热心援助 真的也让我们感受到 寻找的过程 也是一个传播爱的过程 就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也请得知 来在我们的这边的舞台上 写下你的心愿 并且把它挂到我们的起源树上 祝愿你能够愿望达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阳光 谢谢你 谢谢你